说到演员替身,其实真正了解这一行当的人并不多 而且可能对演员使用替身还有很多误解 如某人耍大牌总是用替身演戏等等 今天来给大家客观的解释 一下替身是怎么回事,和主要做什么吧 看了之后您或对演员和替身方面是有不一样的理解了 从专业用途上来说 演员的替身分为文体、五体、螺体、光体等几种 文体制演员在表演书法、绘画、书艺等艺术方面的表演时 由于演员本人不会那些技法 就需要使用文体来替他完成拍摄 通常只表现手部或者背影等 五体式制演员在表演搏斗、武打、体育等情节时 由于演员不会那些功夫 就需要使用武体来替他完成拍摄 也是不看面貌的 裸体式制演员不愿意或者不适合在戏中裸露出镜 那就需要使用裸体来替他完成 光体则很少用专门的替身 因为其实指一场戏 在开拍前视光时 看演员的站位和角度 需要摄影师事先选择好 光体站在那里等灯光时调整好 有时拍摄雨中戏则需要是先选择好演员 在雨中的位置 有时还要走过场 大排演员不会长时间站在那里等待机位或者淋雨 这时就会使用光体 但是这类情况都比较少 通常会使用摄影组或剧组场合或者场际或暂时替代 专业术语我就不再多说了 只说替身使用的重点吧 其实剧组拍摄时让演员使用替身的主要目的 还并不是上面说的这些 而是为了感进度 没错 就是为了感拍摄进度 虽然必要的时候必须要使用替身 但感进度才是使用替身最多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每部影视剧中主角演员都会有大量的戏 这些戏如果都让主角演员去完成 那么他个人的工作量太大 但是一些大型影视剧作品往往都有几个摄影组同时拍 如果这些摄影组都跟拍主角演员肯定是不合理的 主角演员无法分身 只拍他个人太耗时 所以常常分ABC几个组分别去拍不同的场景 但是主角人物又会大量出现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中 这些场景有近景和远景 有正面和背影等 那么好了 近景和正面的让演员亲自来拍 有些远景和背影就无所谓了 只要找个身形相似的替身 穿上同样的衣服 做出同样的化妆造型 那么从远景和背影上来看的话 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替身就上场了 这样一来 各组时间的调配上就合理了 剧组的拍摄进度就能加快很多 这才是替身这一行业最常做的事情 有朋友可能要问的不是有些不愿意拍吻戏 或者床戏的女演员需要用替身吗 其实本戏可以用镜头的角度去合成 不用真去接吻 而现在影视作品的床戏镜头 根本就不敢暴露 不然审核 不易通过 所以根本不会有什么出格的事情 演员照拍就行 当然演员不愿意的话 用替身也行 还有就是前面说的有危险性的戏 需要找替身 其实现在不管什么影视作品 拍摄时真正存在危险的都很少 影视作品的演员都那么大牌 万一出点事 别说剧组陪不起 就是进医院养伤剧组 时间上也很不起啊 即便使用替身 替身受了伤出了事 也一样够剧组瘦的 所以虽然很多影视作品中 刀光剑影 危险重重 但那都是做出来的 拍摄现场没什么危险 用替身的话 也是因为演员太胆小 不敢演才会用 再比如动作电影 主角都是武打明星去演 他们做那些动作 可以说都是基本功 用不用替身的意义不大 比如成龙 李连杰 郑子丹 吴京等都不爱用替身 但是他们也有替身 即使他们使用替身的主要目的 也是为了敢拍摄进度罢了 不过拍戏时要不要替身 去演的决定权 并不在演员身上 而是要看剧组的统筹 和导演是怎样